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H1MOTO 我是Bred 那H1MOTO終於在今天收到台灣三夜的邀請 在這個大雨滂沱私人的台北街頭 參加最新一款一無水冷速克達 OGRE 智能旗艦的發表會 外觀呢 我們就直接請鏡頭大家稍微帶一下 我就不多贅述 這個 嗯 好 那我們就先從顏色來開始講起 這次OGRE總共有推出三個顏色 分別是眼前的 新陳泰 那其實就是消光灰色 很像金屬烤漆的表面我覺得蠻有趣的 再來是電湖藍 深藍色 以及暗池黑 是深藍跟深灰色 分別交織在一起的車色 那我們就先從車子的車頭設計理念來開始看起 那車頭的部分呢 因為它YAMAHA之前有說 它從側邊看過來 是一支箭的概念 就是一個箭頭在這邊 那個總經理也在影片中實際設了一個箭 我覺得蠻有趣 那車頭的部分 它是用一個像新芒造型的頭燈 上面旁邊兩邊把它開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仔細看起來 你看旁邊兩邊是LED日行燈 上面是近燈 下面是 下面是遠燈 那這其實還有其他功能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打發燈的時候呢 旁邊有一個小型的LED燈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造型呢 其實如果你去查一下這個OGRE這個單字 大家就可以發現 在古羅馬時期 OGRE這個是一個職位 叫做占星觀 我穿在這裡發現蠻有趣的 那YAMAHA就把這個設計概念 帶到它這個車身身上 這台車除了主打的是這種 特殊的技能科技以外 它在配備上 我個人目前是覺得是 真的符合它的名稱 智能旗艦 那我們就先從車頭來開始看起 首先是這一組 魚眼的大燈 那可以看到現在我們上面開的燈是黃光 那其實YAMAHA這次它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設計 叫做可變色溫頭燈 所以我現在先把車子的燈 現在看起來是黃光 我把它關起來 然後在手把右邊 可以把它弄成白光的 我再把它發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 車頭燈變成白色了 那我剛剛也實際問了YAMAHA的人員說 這個到底在行照上面會寫LED白光 還是LED黃光啊 沒有人知道 那之後實際有人交到車的時候就可以知道了 那下面這個除了剛剛我講說是遠燈以外 你在把車子傾斜的時候 它有配備一個東西叫做彎道輔助照明 那之前我們介紹過的像是April RS660 這些車其實也都有 那我是第一次看到它出現在這種白牌U5的水冷小車上面 那就是你車在傾倒的時候 它實際現場有測試給我看 它下面這顆燈就會亮起來 讓你在夜間跑山的時候啊 有一些突發狀況 或是LED燈光型太準確照不到的地方 它就可以透過下面這顆燈把它補光 讓你這樣實際看到 好那我們來往後看 那其實底盤結構跟車架結構 它都沒有特別的強調 因為這一次最主要它是以Force 2.0這個13吋的基底 把它增加一些配備 讓它變成極具內的旗艦 那車車的部分可以看到 原本Force 2.0這邊是一塊四角形的造型 那會搭配車色做一些跳色設計 那這邊呢就變成單純的一塊烤漆 那旁邊後面一樣有一些壓花的飾紋 我個人覺得這個質感蠻不錯 那質感其實我是覺得是這台車 算是它強調蠻大的一個點 因為不管從車側的烤漆啊 車側面的烤漆 扶手甚至是這個後腳踏 我都覺得是上乘之作 而且你平常看到後腳踏會有做成這種烤漆的嘛 這個真的很少見 接下來再往後看喔 排氣管 後臂陣 傳動的設計其實跟Force 2.0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尾燈的部分 唯一跟Force 2.0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方向燈變成LED了 也就是說 這台車全車LED 後續如果有Force車主 搞不好也可以直接原廠料間無痛升級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配備重點 首先要來看一下儀表板這個地方 儀表板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4.3吋TFT液晶儀表 那開起來只有兩個顏色 它除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有這個白天的模式 它可以顯示轉速啊 電瓶啊 然後油量以外 然後看一下切一下 機油里程 總里程 然後還有TCS開關 以及TRIP里程跟TRIP2里程這樣子 那上面的話現在看到的是電壓部分 那按的是沒有反應 所以它可以看到顯示這些東西 那右邊可以看到它有胎壓警示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然後還有ABS引擎警示燈 方向燈TCS燈水溫燈 很可惜沒有水溫表 左邊的話是QS的警示燈 那這塊4.3吋的TFT儀表 可以搭配Y-Connect App 那連結之後你就可以像是 偵測車輛狀況啊 或是使用手機導航 那也會在這個儀表上顯示出 像是20公尺之後左轉什麼路 30公尺之後右轉什麼路 那它除了這些功能以外 假設你今天大家都騎Ogre 一起出去騎車的話 你可以顯示大家現在分別騎到哪裡 我覺得算是取代一些 你平常會在Google地圖 或是在其他App上面的功能 我覺得也是蠻貼心的一個設計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手把整成部分 左邊這個方向燈喇叭 大燈遠鏡燈超車燈 這個不用特別講 這大家都知道 那右手邊呢 大氣前衛雙黃錦自動 以及這個分別是黃光燈 以及白光燈的切換開關 那下面就是YAMAHA的那個發動的按鈕 那它搭配了SMG智能啟動 所以它發起來都是沒有聲音 只不過我覺得蠻可惜的一點是 它沒有跟NMAX一樣配備代助騎火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的影片就知道 我其實對於SUQQ打的代助騎火 我是強烈的愛好者 所以如果能夠加上我覺得是 算是更完整一點點 好那接下來繼續往下看 我們剛剛有玩很多次喔 分別是這個東西 也好像一個 明鑰匙啟動的鑰匙 然後它上面寫新陳太 蠻可愛的 那這個瓦斯爐的話 其實就是按下去就可以直接轉 按下去轉開 那它目前是沒有看到會顯示出各種顏色 那一樣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是開油孔 然後是開坐墊這樣 好那下面的手套箱 看起來Size跟FORCE是一樣的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孔 然後這邊有一個QC3.0的USB充電座 那一樣充電的時候給大家充電機能 好那我剛才已經把車廂打開來看一下吧 先來看坐墊 它坐墊跟FORCE的設計不大一樣 它是有點像是幾皮包覆 那坐墊高度實際上是815mm YAMAHA也有提供低座高坐墊 這我們之前在三車試駕的時候 裡面那個FORCE也有改裝那個坐墊 可以把坐墊降低1公分 讓你更好著地 那我把它掀開來看一下 掀起來蠻可惜的 沒有那個彈簧開啟裝置 那裡面的話 可以看到它的車廂空間造型 其實跟FORCE是差不多的 那放進一頂全罩式安全帽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再放一個野戰口糧B式 也沒有問題 那這邊這邊有兩個氣嘴蓋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 好那坐高的部分 我實際177公分坐起來大概是看起來這個樣子 那既然都來發表現場 然後遇到其他同業 我就來邀請一下 最近剛成為人妻的鴨鴨 幫我坐坐看後座是什麼感覺 來請 這邊你要不要 我可以啦 好好好 你覺得後座坐起來怎麼樣 就很熟悉啊 就FORCE的感覺 對 因為它是椅墊一樣都是很平的 空間招握感 換啦 而且我覺得它有點比較可惜 就是腳踏還是有點 差到你的小腿 有點卡到小腿 這個問題為什麼一直不敢 這 那我想試一下坐在後座的引擎震動會不會很大 好 好那我把它開起來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這就是YAMAHA這顆一如引擎 就是厲害的地方 它跟其他家比起來 不管是其他兩家廠商 他們的運轉品質可能都沒有這顆VVV的那種 就是一個強項吧 如果要再硬要的比的話 這就是它的強項 好那我感謝一下 好 那引擎部分呢 使用的跟FORCE 2.0 是同一顆的150CC水冷單缸引擎 那動力部分它沒有公佈 但我們也沒有機會試駕到 因為我們沒有被邀請 那之後看有沒有機會 都把車拉出來 實際騎騎看它動力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還有自動部分 它跟FORCE 2.0一樣喔 有備配ABS 然後後輪也有搭配TCS 循跡防滑這個系統 防止你在像是 碾過水溝蓋後輪打滑 或是遇到水 積水之後後輪打滑 比較可怕的狀況 講了那麼多 最重要的當然是 偶爾要賣多少錢 現場公佈的價格是 11萬8千元 不含海鹹 也就是說其實是 比FORCE當初上市都貴 兩萬塊 我個人是覺得 像是LED頭燈 然後轉向輔助照明 可變色分頭燈 TFT儀表 這東西加起來 其實已經 早就超過兩萬塊的價值 而且你現在首批買 奧格還有三個優惠 分別是 分歧林利率 還有剛剛我講 剛剛那氣嘴大家有印象嗎 它現在的輪胎其實是裝著 這個氣嘴式的 萊壓抬壓偵測器 那就會顯示在你的儀表上 我個人覺得這是蠻方便 也蠻實用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 因為我們有這個 PS免鑰匙感應的東西 所以它有送一個 鑰匙皮套 我個人覺得這蠻汽車的 蠻有趣的 如果你最近呢 有在找 想要買15C雖然速克達 那你可能 又不想要FORCE 那種比較速的車型 你喜歡YAMAHA的車 也希望它可以高級一點 我個人覺得 Ogre你可以實際去店家 稍微看看 那我們也 今天的影片也謝謝雅雅 對外車有什麼問題 也歡迎在留言 詢問我們 我們有辦法的話 我會盡量告訴你喔 感謝你收看HYMOTO的影片 我們今天在台北 為大家帶來YAMAHA Ogre 155的發表會 那 我們沒有說要參加 官方試乘會 希望下次有機會祈禱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的是文章報導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FB粉絲專頁 或者你喜歡的是精緻圖文 可以追蹤我們的IG 那 我是Bread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